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我是凌宇 也是何家荣 六百四十二集 是啊 嫂子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拿你当亲姐姐对待 小女儿也跟着附和道 萧曼如的脸色则是铁青一片 满脸怒火 他们的二哥还没死呢 他们竟然就说节哀这种话 又是说他们二哥死后的事 他们是有多么狼心狗肺啊 他早就已经知道 何家的这两个女儿都寄予何家的家业 暗中和这三个儿子较着劲呢 尤其是嫉妒他们这个得到老爷子和老太太偏爱的二哥 所以平日里没少说他们二哥坏话 但是萧曼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的心肠竟然如此的歹毒 竟然恨不得让他们的亲哥哥去死 他早就和丈夫说过了 何家一个个的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虎豹 丈夫呢偏偏不听 还傻傻地为何家拼死拼活 结果为了一群狼心狗肺的白眼狼啊 肖曼如一甩手走到一旁 并没搭理他们 林宇看到这一幕也不禁摇头苦笑 他一个外人都不忍心看到何二爷有事 没想到这俩亲妹妹竟然恨不得将其除之而后快 人心不古啊 人心不古啊 何锦奇也是冷哼一声 满脸的厌恶 对于全家人的丑恶嘴脸 他早已经见识过了 何锦奇 你这个悬子还没好呢 此时何锦奇俩姑姑家的三个孩子突然走了出来 并没有乖乖地喊何锦奇哥哥 反倒是他二姑家的表弟对他直呼大名 昌昌 你个小兔崽子皮痒痒了是吧 别看老子现在腿脚不好 照样能揍得你哭爹喊娘 何锦奇对这表弟也不怎么待见 他冷冷地骂了一声 嘿嘿 是吗 死瘸子 有本事 你倒是来揍我呀 昌昌满脸得意地笑了笑 接着跑到了一边 其他两个七八岁的孩子 也立马学着长长的样子 冲何锦奇做了个鬼脸 笑着说道 妈的一帮小兔崽子 看我不整死你们 何锦奇怒火中烧 拄着拐杖就要去打他们 三个孩子立马哈哈笑着跑开了 锦奇算了 你腿上有伤 小心再磕着 林雨赶紧提醒他一句 凭什么 二哥 你帮帮我 帮我教训教训 这几个小兔崽子 何锦奇无比恼怒地说道 算了 几个孩子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了 林雨本来就对何锦奇的 大姑和二姑 十分地讨厌 现在见这几个孩子 也这么没大没小的 而且口出恶言 所以对这几个孩子也有些厌恶 但是呢 毕竟何锦奇是他们的表哥嘛 是他们的家事 他们也不好掺和 二哥 什么狗屁二哥呀 我二哥早就被淹死了 我妈说了 我二哥是个淹死鬼 死了都得下地狱 常常听到何锦奇的话之后 立马凑过来 打亮了林雨一眼 冲她笑了笑说道 你要是想当我二哥的话 你肯定用不了多久 也会做一个淹死鬼 我妈说了 谁想跟我抢外公的家业 谁就会不得好死 林雨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 心肠竟然这么歹毒啊 不愧是两个恶父 交出来的孩子 你他们说什么呢 老子弄死你 何锦奇猛地跳出来 一拐杖朝着昌昌头上敲去 但是昌昌立马跑开了 哈哈地笑着说道 死穴子 打不到我吧 来 来追我呀 妈的小兔崽子 别被我抓到 否则 否则看我不打死你们 何锦奇气得面色通红 死穴子死水鬼 你们两个都是废物 来来来来 昌昌跑到一边 立马冲林雨和何锦奇 做了个鬼脸 其他俩孩子 也是跟着穴样 你他妈找死 何锦奇立马瘸着腿追上去 昌昌立马灵巧地躲过去 不过何锦奇抓到 大姑家的那个小女孩 对着她一顿说脚 林雨无奈地摇头笑笑 她突然发现 这个昌昌不知道 什么时候跑到自己的身后 接着照着自己的屁股 就是一脚 林雨眉头一皱 心头无名火起 她冷声说道 小朋友 你可能没看清楚 我的腿可没有缺啊 林雨知道 自己今天是碰到了 传说中的熊孩子了 没有缺又怎么样 废物笨蛋 昌昌笑着绕过来 再次朝着林雨的屁股踹了一脚 接着立马远远地跑开 林雨被这一脚踢得怒火中烧 要是换做别人 她早就一大耳瓜子打回去了 不过念在这是何锦奇的弟弟 而且又是个孩子 所以她便没有直接动手 转身走到了 正在一边低声交流的 两个合家女婿的跟前 众二女婿 孙培杰说道 你好 那个昌昌是你的儿子是吧 我麻烦你好好的管教管教他呀 孙培杰扫了林雨一眼 她满脸厌恶 冷冷说道 管我儿子 我儿子怎么招你了 招不到我 大笨蛋 这个时候昌昌再次跑过来 踢了林雨的小腿一脚 林雨特地没有躲避 故意让她踢中 接着冲孙培杰说道 看到了吧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不过就是踢了你两脚嘛 孙培杰冷哼一声说道 孩子踢得能有多疼啊 你个大人 跟孩子计较什么 真他妈有意思 我告诉你是想让你管管他 要是这么放纵下去 他早晚会吃亏的 如果你不管他的话 可能就得我帮着你管管了 林雨冷冷地瞥了他一眼说道 你他妈什么意思 怎么 你还要打我儿子 来 来来来 你打一个我看看 孙培杰立刻怒气冲冲地说道 他显然料定了林雨 当着这么多何家人的面 是不敢动手的 但是他话音刚落 林雨突然猛地一脚踢出去 正踢中跑来跑去的 昌昌屁股上 昌昌立马被踢得扑通一声 栽倒在地上 整个身子陡然间滑出去 数十米 接着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面色苍白 其实林雨踢他的时候 刻意注意了一下力道 并没有伤到他 常常之所以哭 主要是因为吓的 常常 孙培杰有些不敢置信地猛地一惊 随后立马跑到儿子的跟前 一把将儿子抱起来 急切地问 儿子 你没事吧 活该 何锦奇看到这一幕 立马幸灾乐祸地说道 这小子就是欠收拾 踹轻了 孙培杰立马转头 恶狠狠地瞪了何锦奇一眼 好啊 你个小兔崽子 竟敢跑到我们何家的地方来闹事 这个时候 何家的大女婿曹淳 健壮也面色一冷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冲自己小姨子何妙喊了一声 小妹 有人打你儿子 啊 谁 何妙回头一看 见儿子哭得满脸泪水 脸色一变 立马跑了过来 将儿子抱在怀里 连声地哄着 同时转头厉声地 问自己丈夫怎么回事 陪着也砸种梯的 孙培杰面色阴沉 猛地站起身来 撸了撸袖子 就朝林雨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到了跟前 他二话没说 一拳头 朝林雨的脸上就砸了过来 作为一个没什么力气的公务员 他这一拳自然是打得软绵绵的 在林雨看来 威胁性和他的儿子差不多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